Hello,大家好,現在是香港時間半夜了 剛才William跟我說了一些新的消息 那就等他過來分享一下 Hello,朋友 現在香港時間應該是5點 昨晚我收東西 收東西收到,所以我剛剛才起床 Hello,Lemon Barker 好,那William就會在5分鐘之內加入這裡 這個live chat和大家直播一下 Hello,Winter Hello,Muhammad 關於烏克蘭局勢最新的進展 就是他們剛剛簽了那張表格 就說申請加入歐盟 Hello from London Hello 我簡單地分享一下我的前瞻 對於加入歐盟是一個 即是我們香港人也好 以及所有支持烏克蘭的人也好 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但是對於歐洲、德國、法國這兩個元首國家 其實他們表面上就說 他們比全世界都罵得很厲害 指責他們只是精神上支持烏克蘭 那現在烏克蘭正正是說,說到沒有 申請加入歐盟 那看看歐盟他們會怎樣去用這個 Buracracy 在一個行政程序上 在一個行政程序上 等多一小時 因為說到如果有烏克蘭加入這個歐盟 那就勢必是會令到整個歐洲有兩個中心 一個就是東歐、一個就是西歐 傳統上的西歐 現在德國和法國都在爭奪歐盟的主導國地位 但是這次其實看到 尤其是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 甚至是羅馬尼亞都好 他們在這個烏克蘭戰爭上面的反應 畢竟真是真不急到內獄真是不知痛 那這幾個國家他們在前線 反應是比較大 還有他們的支援也是做得比較到位的 那另一方面 例如波蘭、波羅的海國家 當他們 有一個更加活動 還有相比歐洲聯盟中心 波魯塞爾那裡 那些反應是更加主動 還有更加有效的話 那就意味著 說這個波魯塞爾是沒有辦法 在這個 當歐洲未來發生 再次發生任何的危機也好 大事也好 那這個 再大一點的話語權 那所以呢 可見如果有了這個 Hello William 所以就可見 不是我繼續說完 是 我有點沒說完 是的 就可以 見 預示到 歐洲 東部和中部國家的崛起 他們是會有 超越西歐 傳統歐盟主導國 的一個趨勢的存在 那這個對於我們 就是香港人說 看到烏克蘭被人打得這麼慘 他們終於 就是 現在是加入歐盟了 那希望歐盟不會 扔他們波中 但是行政上 他們一定會 因為法國和德國 是絕對不會想見到 不要說只是法國和德國 西歐國家絕對是不想見到 歐洲的重心東疑 但是今次 隨於烏克蘭戰爭的爆發 歐洲的重心 是無可避免將會東疑 那這個時候 就看看德國和法國 這兩個國家在背後 會 不要說洗橫手這麼難聽 是會有什麼的花枝招展 這樣去盡量減輕 這個歐洲重心東疑後果 對他們傳統主導地位的衝擊 Hello William 我這裏有少許窄 等一會 大哥 你是不是 現在好點了嗎 你是不是躲在廁所 現在好點了嗎 好點了嗎 我現在不在廁所 我在丹麥 我在Hostel 上網很差 我開自己的網絡 好點了嗎 你現在開網絡說 好一點 你現在聽到我說話最重要 聽到 OK 收得很清楚 比較清楚 非常好 先跟大家更新的情況 就是剛剛烏克蘭和俄羅斯 就在白俄羅斯的邊境 就有個談判 進展就很迫作迷你 為什麼呢 兩邊的媒體報出來的情況都很不同 一邊就說完了 一邊就說過兩天談 我老實說 其實回談沒有什麼大進展 為什麼呢 俄羅斯就說 你完全中立 你放下武器 在烏克蘭來說 是不可能的 打到他家裡 你叫人們放武器 就更加離譜 想怎樣 烏克蘭的條件更加 令俄羅斯沒有辦法接受 在他們來說 因為他們要求要撤出 克里米亞 和烏克蘭東部地方 就是頓利茲克和頓巴斯那邊 俄羅斯也不會有可能這樣 俄羅斯是不可能放棄克里米亞 沒錯 烏克蘭也不會放在克里米亞 和烏東地方 因為在他們眼中 這也是烏克蘭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談論基本上 沒有意義可言 但都說過兩天 可能都會談一下 我想問你一件事 老實說 正常發揮 沒有理由 會談入開始 大家會這麼坦誠 把底牌全露出來 所以 所以 當他們 終於 當是有一個進展 有一個進展 就是說 大家都 準備好 坐下談 好 一開始大家 當然是 就像你說的 一開始你說300 不行 我現在還價200 一開始不可能 就不會是一個大家都 雙方接受到的價位 交易 所以這個後果 這個談判 結果是可見的 非常之 可理解的 是 問題是在於什麼呢 其實他們現在的談判 其實 會被外界覺得 我也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會覺得 俄羅斯早幾天 或者早幾個禮拜 他很強行的態度 他們今天肯談判 其實是否俄羅斯 有少許怒底 其實他是否 不想再打下去 因為現在變成 一種是 深陷泥沼的情況 其實他為什麼 要打下去 其實他為什麼 要和你打 其實他那些人命 都是命來的 老實說 他和你打 他是想拋襲你 他死的人 難聽些說句 俄羅斯人覺得 可能普京覺得 他那些人 他那些 子民的性命 不值錢 所以 死幾千個 我死幾千個 逼你班人過來坐 跟我談 他覺得很划算 可能他真的覺得很划算 但是另一方面 最後 當然 烏克蘭幾乎 都有一個盤算 當俄羅斯展示他的軍事實力之後 全世界的眼球 都是集中在烏克蘭上面 現在 真是 24小時 全世界24小時的新聞 都是直播著烏克蘭狀況 其實對於幾乎 當局來說 Yes 他們都是很大的起床 但是另一方面 他們都是另一方面 是買到很多支持 在國際社會上 連有很多和理非的國家 無關的國家 他們可以掌握到這些國家的支持 對於幾乎當局來說 是非常有利 當然 烏克蘭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如果 為什麼前兩年 歐洲人也好 美國人也好 北人也好 也不夠理會烏克蘭 但你真的是一個小國 一個小國 你沒有什麼渣拿去和別人談判 自然沒有什麼大國 是會願意 將那些目光投射在你身上 但是這次不同 它可以引導俄羅斯展示它的軍力 展示實力 它一樣是犧牲很多 但是烏克蘭換取到的籌碼 絕對是令到幾乎當局 是有資格 平等地和莫斯科坐下來談判 即是大家怎樣交易 基本上整個戰士 令到幾乎當局手上的籌碼非常之多 以及可以 不要說脅迫 是可以迫使到北約 歐盟西歐國家 一開始他們都是停留在一個精神支持的 都是說 今天歐洲最黑暗的一天 但是不是 你們 德國總理說得越多這些廢話 是連歐洲人都開始不妥理 以及他們開始看到 東歐國家這麼積極地支援 那是否代表著 你這些西歐國家之後全部都是廢了呢 不行的 德國和法國都不可以坐在這裡等 東歐國家 波蘭、波羅的海 主導整個局勢 所以 今次烏克蘭 烏克蘭戰士有一個 就是把東歐 東歐議題 東歐國家的地位提升了 是的 還有要說一件事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是變成一場 真的民主社會和一個極權社會的搞量 現在烏克蘭就成為了一個代理人戰爭的戰場 甚至乎是誇張過當時敘利亞 因為敘利亞的規模都沒有現在那麼嚴峻 這樣說 其實我個人認為 其實莫斯科和KING 其實主要是他們在近日 他們一開始在KING 他們一開始想逼拜登過來坐在KING 不是 一開始不是 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當初想盡快把基庫收拾之後 因為他知道基庫的地理形勢是不適合防守的 太過鄰近邊境 所以他想盡快收拾基庫之後 利用這件事令整個烏克蘭的軍心散散了 大家猜不到總統一路都不肯離開 第二就是烏克蘭的平民那種 軍民那種上下一心是令到他出乎意料 不止基庫 整個烏克蘭各大城市都好 跟你跟你是真的拼死一戰的 有好可信說是不怪得的 是不怪得烏克蘭人有這樣的決心 你家給別人教 他跟你一起 不是一個問題 是跟你一起發蘇聯夢發了幾十年 是惡夢來的 夢醒時發我之後還理你 你都傻了 寧願歐洲夢都不騷亂夢 古蘭最清醒 yes and no 內部都是有派系的 他們的政治派系都是有 信任歐洲派 親和親交 是一個比較 怎麼說呢 親歐 另一方面他們都不是 他們不是賢歐 而是他們親歐之餘都很注重本土力量 即是他們第二派 即是可以說 烏克蘭本土派這樣說 那他們是有一個 就是 決心 又或者有一個倡議 是說 不如要回合佬 喂大哥 喂 西歐佬他們上不了 即是他們都是 是有這一派的 那我認識一個 一個丹麥學者 他私底下跟我講 其實現在 用一個 即是 另一個角度 去骨悸於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其實說 現在俄羅斯見你 喂 搞錯了 你現在瘋了歐洲 你拿了好東西 別人歐洲又認同你 沒有的 但歐洲又不認同我一直 經常說我寡頭獨裁 那你有的東西 我沒有 我當然不會讓你有 就是一種 類似小朋友的那種妒忌心態 他說 他說很明顯看到出來 而且你會見到就是說 俄羅斯沒有一個長期戰爭的準備 相反 烏克蘭是有的 而且 那個問題是俄羅斯對的 不只是烏克蘭 但那個問題是被人打得 滅國了 大哥 這個問題 俄羅斯他不是說 對著烏克蘭一個國家 他後面的軍備 俄羅斯他從來沒有 大哥 他從來都是有 他有核彈就可以 其實他沒有想過 要打長期戰爭的 所以你解釋那個問題 他不是說真的故意 就是 莫斯科當局他打任何仗 他都是 他都是被拋栽的 他發動任何戰爭都好 他為了拋栽 之前和格魯吉亞戰爭 是為了拋栽這個 北約國家 不要再東方 摸你那街 還有去確立俄羅斯 將會在歐亞世界霸著這個地位 就是這個戰爭 之前08年的戰爭 就是有這樣的 implication 所以其實也挺悲哀的 你看到俄羅斯外交政策之後 會發覺 為何俄羅斯政府不當自己的人 他沒有當 如果他當他沒有人 當你是俄羅斯人 當你是俄羅斯人 也沒有媽媽生 我們說得更快 可以用condom 你看到這次有很多 去參與前線的軍人 其實他也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有些人跟烏克蘭人說 他早就叫我說 軍事演習 我不知道我要去前線 他也沒有準備 你看到那種準備的態度 烏克蘭是完全準備好 俄羅斯不是 其實普京生氣的 你看到這件事很簡單 就是為何他前幾天 昨天無緣無故要準備好 這個核武的戒備情況 很明顯他知道 在戰場上他自己不利 所以他一定要做些事 去恐嚇歐盟 歐洲國家 歐美國國家 你不斷給武器 我就用這個方法 現在挑撥你的戰爭 但是從頭到尾 他錯誤了這件事 戰爭是你單方面搞出來的 烏克蘭從頭到尾 都沒有一個士兵 走進俄羅斯的所謂的領土部分 去搞狗陣 沒有的 這個要緊緊的事情 就是邏輯問題 有這麼說 其實 會廢的狗就不會咬的 會咬的狗就不會廢的 看到俄羅斯 其實他出兵烏克蘭之前 都沒有出口室 現在大大師兄說 哎呀我要引爆核佬 那如果他講 那俄羅斯不會引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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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俄羅斯他引爆出來 他經常死了 十萬支飛彈飛向諾斯科 他直接摺得哪一支 那俄羅斯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歸根據大家 我們主要先講一講談判 你自己覺得 這個談判有沒有說 會帶來什麼 或者你覺得這個談判會不會有進展 那俄羅斯不會這一次 這一次 大家坐著 起碼 其實最重要 就是確立在哪裡談判 就是哪一個派對 會一起談判 那對於莫斯科 他理解最好 可以拿到這個歐盟國家進來談判 其實有沒有美國也好 其實美國不過來談判更好 因為美國不過來談判 如果代表歐洲以後 就沒有他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 他也是有心理準備 都是要接受美國的參與 始終 如果今次的談判目的是 為了最終解決烏克蘭問題的話 就是 美國第一 是北約的領頭國家 不要說他在其他聯合國安理會的地位的時候 而是 就是最後烏克蘭 他 他的前景是要怎麼決定的話 就是大家都要承認 如果歐盟承認 美國不承認 那歐盟當然不可能在美國不承認 就是美國他反對之下承認 跟俄羅斯達成一個交易 跟莫斯科達成一個交易 去決定 烏克蘭未來 是不可能 但是如果這件事發生了的話 大家就可以解讀為 連歐盟都不受美國的決策影響 歐盟是有一個自主決策權 如果到最後是有這樣的結果 大家就可以這樣解讀 所以看 哪一個有份坐下談判 以及在哪裏談判 可以說是這次 這個初步局勢前瞻的意見 但是他沒有那麼快地談判 沒有那麼快的結果 沒有那麼快的難得 就是莫斯科 可能他死了一萬人 不過他那些人可能不得錢 這樣就很逼到歐洲國家和烏克蘭 坐下談判 和莫斯科 其實對於莫斯科來說 他已經擁有了全國歐洲的主導權 我補充一點 其實這次的談判 你會看到雙方的差異很大 差異在哪裏呢 先說一下衣著方面 俄羅斯的那個談判團 其實他們全部穿西裝 反過來你看到烏克蘭 他的談判的代表團 由國防部長 Resnikov 利薩尼哥夫去帶領 還有現在總統顧問 這個普多尼亞 幾個人去 你看他裝束全部都是減變裝束 沒有人穿西裝 為何會這樣呢 我現在都會打仗 沒錯 Exactly 就告訴你 我和你打仗 你還穿得這樣 這個在媒體拍出來 其實你會看到差異很大 也有一種宣傳戰的效果 因為暫時會談 暫時未有什麼大進展 但是他會有第二第三次 我們先擱置這個話題 一定是會有的 一定是會有第二第三次的 你第一次談一整的話 喂大哥 第一次談一整的話 再不用打了 對不對 好 第二件事 我有兩件事想說今天 第二件事 其實我想說一下 這一次俄羅斯入侵武克蘭 已經造成了一個 一些中立國家 這麼多年來 他都放棄了他們中立的政策 其中一個要說的是瑞士 瑞士大家知道 就算有很多不同的情況發生之下 他們都秉承了一個中立國的政策 就是說不干預不參與 但是這次你看到瑞士在今天 我想香港時間是晚上11點多 其實聯邦總統都表示 阿加士說我們會放棄中立的態度 對俄羅斯全面採取和歐盟一樣的制裁措施 包括封鎖俄羅斯的飛機入境權利 第二件事就是全面制裁 包括Suite的系統都會支持 因為大家知道瑞士銀行 每年處理俄羅斯的一些資金 其實都是非常龐大的 數以億計的美金 好了 這件事就突顯出來了 還包括瑞典 這些中立國參與的話 其實擺明你真的完全和俄羅斯攤牌 第一 國際監察是不同意的這個行為 甚至你看到一些所謂支持俄羅斯的國家 其實都不是很出聲的 包括以前經常出聲的伊朗 敘利亞 委內瑞拉 比較多一點說話都是中共 但是中共會兼顧那件事 就是它和烏克蘭過往那種所謂一帶一路合作關係 它都不想出太多聲 所以現在普京是一個挑全球 我都不知道幾多個國家 你遠到南尾都不妥 好了 另外一件事 有些人都很想知道 到底Sweet這件事是什麽呢 近期說了很多 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國際交易系統 它總部位於比利市 全球有200多個國家 它所用的 其實我沒有香港的朋友都知道 有些移民 有些朋友要把錢移走的 那些都知道 就是用這個銀行 就是一個跨國轉帳 或者國際交易 就是用這件事來做的 沒有這個系統 你是不能把錢移走 也不能把錢移走 最誇張的是什麽呢 接近一半的俄羅斯銀行 他們的金融機構 沒有銀行的金融機構 他們是Sweet的成員 大約有300多間 其實全球用得最多是美國的金融機構 銀行之後就到俄羅斯 那這個影響大不大呢 你看單看的數字已經很大 最誇張的是什麽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不能跟全球的金融機構 進行一些收付款項 因為大家知道 有些 例如它現在被制裁 之前還沒付的 尾數、中數、首期 會受影響的 這個是短期的影響 就是怎樣呢 就是有些銀行要找數 給其他國家 沒有錢收 那就麻煩了 就是怎樣呢 爛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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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糟糕的 接著就是攬炒了 其實 這個其實呢 你不要以為是什麽 歐盟 美國都知道 這個是攬炒 它擺明就是要逼你停 想用這個制裁的方法 都是大家拋大家 最糟糕是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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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盧布一日了 星期一開始 有一日升到 去英格蘭 嚇到你哭出來的 都未到極端的 其實都不算是最差的情況 有很多俄羅斯人 都未到最差 怎麽說 由2014年開始 其實有很多俄羅斯人 他們的存款 除非是日常生活的那些花費 就是他們那些錢 全部是換了美金 它是 他們之前有看到香港 說全民唱的美金 全民唱的外賣 其實俄羅斯人 他們早就做了 其實在過往 如果二戰有這些戰爭 就做不到 但現在我們生活 就是全民的社會 就是黃金 這裏是全民的社會 不是這裏是全民的社會 不過現在是全民的社會 是全民的社會 一日的社會 美金的霸權還在那裏 當然 這個是暫時永恆不變 我想這十幾年來都是 這件事的關鍵 就是因為全民的社會 全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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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我講到攬炒方面 美元 它最誇張會出現一個 就是很多國家的貨幣波動 然後令到大量資金外流 所以就全球攬炒 攬炒的國家還有什麼呢 我覺得 例如一些拿到 俄羅斯天然氣資源的國家 包括德國 或者一些和俄羅斯的金融機構 有交易的企業 包括中國越南 包括中國越南 所以 這個是全球性一起炒的 所以也解釋到 為什麼當初德國對於關鍵這件事 這麼曖昧 甚至乎 為什麼一直被五千個頭盔 被人罵到這樣呢 有跡可尋 就是關乎這件事 其實2014年的時候 俄羅斯已經知道這個問題 他就開了一個系統 叫做SPSS 但是讀今天為止 只有十多間銀行 響應用這個服務 他還開了一個類似Visa 和Master的銀行交易系統 叫做MIA MIA這個字 在俄文就叫做世界 其實沒有什麼人用 所以現在解釋到 有人說 哦 美金那種世界霸主地位 或者美國 或者Sweet 這件事其實都很緊要 所以你會看到 哦 今次為什麼制裁會令到普京 喂 他不說而已 心裡面害怕 第一次有國家利用核彈 去威脅別人 其實就是他 今次這個不說了 金氏家族 這個最多都是局部造成 地區的那種恐慌 但是他現在是造就歐洲的恐慌 美國的恐慌 甚至亞洲都會有恐慌 所以今次其實這個危機 有些人說 第三次世界大戰 其實不會不可能的 大家有心理準備 不要說 我們不會有什麼和平 沒有 不會有 我們去到最晚的打算 另外一個想說 就是烏克蘭入歐盟的問題 大家知道今天真的 是電光火石突然之間 烏克蘭那邊簽了一個文件 緊急的 其實他現在簽是最好的 他現在簽是最好的 如果你是歐洲人再去玩東西的話 現在是歐洲人 騎虎難下 沒錯 為什麼呢 他拉你歐洲入答 歐盟入答 因為其實為什麼 其實幾乎當局 怎麼說 俄羅斯人也好 烏克蘭人也好 他們真的是前頭民族 兩個都是 烏克蘭見你 北約和歐洲人 每次都採我都 這次被人打了 我還在全世界面前 我還要在街上 全世界都看到 我點比俄羅斯 但如果你們 現在加入歐盟 全世界都 有一個支持在 一個輿論支持的時候 如果歐洲老作口 散播中的話 那到時 是歐盟會遭受再多的救病 沒錯沒錯 有個讀者留言 聽眾留言說 俄羅斯的談判代表 是文化部長 即是極端民族主義者 根本沒有心談的 沒有心談 聽眾說 為什麼極端化 我想看看 我也不知道 等他打下去 但我想說 歐盟補充一點 其實為什麼今天 會突然這麼急 急轉直下 即是電光火社 要簽了文件 要緊急加入 其實是事源 我已經做過時刻 歐盟委員會的主席 那個鳳達利欣 他就表達 他說他表達歡迎 他就表達歡迎 那我就立即提表 如果你再替我播放 我就會有權 我可以抓你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你不是說歡迎嗎 以我份表呢 我份表被浪起了 放在文件底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雖然要說一點 背景一點 近日歐盟27個國家 基本上一致 提供資金和武器裝備 給烏克蘭 那 冯達利欣在昨天 歐洲新聞台的訪問 他在Euronews 那裏說這番話 而且他說到很關鍵 他說了 他們是屬於歐洲 他們屬於歐洲 是我們之間的 他在說 他在說 烏克蘭屬於歐洲 還是怎樣 他大概在說這番話 那既然 說了 說了 口頭承諾了 所以幾乎 現在就是最好時機去 等一下 你繼續說 所以現在幾乎就是最好時機去 加入歐盟 因為就連馮達利欣 歐盟委員會 歐盟架構 布魯塞爾 可以說是布魯塞爾首行 當布魯塞爾首行 雖然不要撇除裏面的變數 因為裏面是很多變數的 烏克蘭如果加入了歐盟之後 整個歐盟的版圖都在東方 那個重心就會移到東方 其實這次 當波蘭、波羅的海國家 甚至是巴爾港國家 他們的反應 對於烏克蘭戰爭的反應 都是這麼大的時候 已經是影響了 歐洲再有什麼 安全性上的 會由東歐國家主導 這個時候其實對於 如果烏克蘭加起來 如果他加入歐盟的話 那代表著什麼 歐洲議會裡面 和歐盟架構裡面 大家的架構又要再 又要再重新洗牌多一次 要給烏克蘭多少個 這個時候 東歐國家 例如波蘭 所以我開始說 不是 雖然英國脫歐 但是不代表你們 法國和德國 是可以 瓜分英國脫歐之後的權力真空 我又要 烏克蘭又要 這些 這些 即是說 俄羅伯克 都不想看到 所以也看到 其實法國就是最暗瓦底 幫莫斯科 和布魯塞爾和華盛 拉線的角色 沒錯 沒錯 而且也說了一件事 剛剛美國 驅逐了12個俄羅斯外交官 我沒有記錯 那個地點應該是 俄羅斯派處 在紐約聯合國總部 那12個外交人 他就用一個 國家安全的考慮去驅逐他們 另外最新消息就是 羅威 也宣布會向烏克蘭提供合共 還有超過2億美元的 印度和軍事援助 即是 現在其實基本上 大家都攤牌 你繼續恐嚇我 我繼續派東西給烏克蘭 你繼續打下去 拉他 大家都不斷拉他 一旦烏克蘭 真的在這個近期短期之內 加入了歐盟的話 那個形勢會更加變化得大 還有最好的契機就是 今次透過戰爭 在一個不合乎常規的時期 是緊急程序 是緊急程序 快速加入歐盟的話 這個時候 對於烏克蘭來說 是最好的結果 但是之後 加入歐盟 加入了歐盟 如果加入了北約 俄羅斯和歐盟那條界線 怎樣劃分呢 他們再怎樣劃分 就是 以後 就是 布魯塞爾 巴黎 柏斯科 之間的談判 當然 當 基庫 當局 當基庫 加入了歐盟之後 他就可以在談判桌上 爭取得更加之多的籌碼 沒錯 你說得 這件事 都非常之下 但如果說到歐盟的集體防禦 我們今晚說不完 因為真的很複雜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條約 例如歐洲防禦共同體 有歐盟的基本條約 那些 到底怎樣解釋到 如果一旦 烏克蘭加入了歐盟的自主防禦 這個問題 我們今晚都沒有辦法 但其實你這件事是令到 會表態一件事 就是 他有歐盟 你現在還要打我成員國 如果一旦是這樣的 那就完全是兩回說法 假設他真的加入了 但他們會有邊境 就會變相 我和神根國家都會有邊境管制 但是會簡化了這些 現在烏克蘭的男人去入境的程序 就可以不用去錯印 不用去檢查過多的 互照程序 簡化了 那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就會變成一個類似羅馬尼亞 寶加利亞的國家 我進去波蘭 我進去匈牙利 進去斯洛伐克 那些就要出入境的 但是這個程序就會簡化到一個 最簡化的程序 就是不用錯印仔 直接scan Passport入境 就是這樣 yes and no 就是他加入歐盟 和加入神根津 是兩回事 是 這一方面 就看看法國人和德國人 他們有多大的意願 因為 不要說 before 他們 其實一開始 已經有很 他們兩個國家 已經有很大的國內爭議 而不想有更多的移民 去長大館 是啊 沒錯 而且跟大家說 我的電話 就沒有什麼 我拿著電話 是的 好 我拿著電話來做 好 而且 意味著 起碼 當烏克蘭加入歐盟之後 它會得到 歐盟成員國 經濟上它會有什麼出路 跟哪一個地區再有整合過程 這個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還有就是當歐盟的法規 可以適用在烏克蘭的時候 會如何推動到烏克蘭的經濟發展呢 即是說到底 烏克蘭的人均GDP是 3,900美金 我沒有記載的 3,900美金左右 其實是跟西歐國家相差很遠 那會不會可以出進到 即是西歐國家企業 將烏克蘭成為一個新的投資地 即是投資國家呢 因為當烏克蘭加入歐盟之後 所有的歐盟法規會適用在烏克蘭 那到時候 歐洲會在這個 戰爭的outcome 得到什麼的機會 都是大家可以聞切以來的 有兩個最新的消息 第一個就是DBC說的 俄羅斯軍隊是用了真空彈 即是雲爆彈 但是暫時不知道 是否真的會打到烏克蘭那裡 因為大家知道真空彈的爆炸的時候 它是會消耗大量氧氣 造成那部地區有一個短暫的缺氧 他以前都做過了 他以前都做過了 另外就是這個 國際法庭 就會就俄羅斯日侵烏克蘭一時去調查俄羅斯 就會說他們有沒有違反戰爭罪行 大家知道其實 基本上都違反了戰爭罪行很多事情 到底怎樣處理都一回事 大家知道國際法庭也是空殼來的 跟聯合國一樣 最後也想說 我問一下Julian 近日有人評論 烏克蘭的情況 類似當時的越南 OK 為什麼 這個其實令到我也很匪夷所思 就是他將越南 越南打了幾乎二十連仗 這個也不是中古 有點問 現在一個月都沒有 一個月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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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東部東八四區 其實2014年8年已經開始打了 只不過是凍結了 但是比喻成越戰 第一 死傷還沒有這麼慘重 第二 還沒有一個印度芝拿移民潮 難民潮的出現 越南難民潮 其實 學術界來說 我說了一句不是辱話 先此聲明 是印度芝拿難民潮 那個難民潮是這樣的 因為當年除了越南戰爭 也好 有魯窩人 這三個國家 越南、減報寨、魯窩的難民 就叫做印度芝拿難民 補充一些小知識 回來 現在烏克蘭有沒有難民潮出現 暫時未見有 香港反而有 香港一向都有南文朝 有一個人,我不開名,他說 美國知道烏克蘭民兵,讓東烏克蘭變成俄羅斯的越南 我看見一頭無水 真的看見一頭無水 我不要這樣說,可能他有本道理 但現在去做評論,我覺得真的太早了 再看幾個星期,看看他們如何坐下針 一開始決定了談判派對 談判參與者、時分者、地點和目的 即是確立了這三樣東西之後 即是說六合法 就是where when 即是現在是否時機 然後why 目的是什麼 即是那些持分者 還有how how 就是談判 即是暫時五合用了的 what for what 就是談判 就是戰爭 即是暫時在六合法那裡看下去 即是 起碼是坐下談判 至於他們要怎樣拉他呢 就看看接下來幾個星期 局勢會怎樣發展 烏克蘭會不會在接下來幾個星期 的戰事裡面得到更多的籌碼 那拜登會不會忍不住 又要再active 再活躍一些呢 都是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的 speculation 那另一方面其實拜登在美國 是很受壓力 即是這兩天其實紐約街頭 整家人 難聽說的連阿毛都在說烏克蘭 即是連那些 Black Lives Matter 即是他們都很不服氣的 他們都在說 如果烏克蘭是黑人國家的話 那些人就會說的了 你又說 那麽其實那裏就是烏克蘭這個 烏克蘭問題 烏克蘭議題 這個topic 已經是成為了全世界 number one topic 那這個時候 拜登當然 華盛頓 白宮就是受了很多壓力 即是 因為美國人都會問 喂 不行 畫面不靚啊 畫面不靚啊 為什麼我們不幫他們啊 我們是不是完全坐在那裡 好吧 不派兵 那不派兵 然後怎樣呢 即是美國人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美國人都會 美國人一向 即是他們 我不會形容他們是業工耗農的 即是他們對於這個世界 的距離雖然很遠 但是另一方面 他們的確是會注意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當他們是要不斷注意烏克蘭局勢發展的時候 他們又問 What's our role 我們是什麼角色 現在 我們現在 即是不參與的了 沒有我們份的了 即是 我們沒有西的了 喂 President 表個態也好 喂 你們這些參與 總統 不行啊 真的 這樣是否代表著我們在歐洲的影響力 日漸下降 喂 大哥 我們在阿富汗 我們在阿富汗 即是撤軍的時候 又脫頭脫計 這樣 已經算是一個外交挫敗 如果今次是烏克蘭這個戰爭的發展 他發展得差的話 不要忘記今年還有一個中間 即是比較注重外交政策的選民 以及比較注重跟歐洲關係的選民 他們會對華府在今次烏克蘭戰爭上的取態 和那個行動有什麼評價 將會在今次中期選舉裡面又會表露出來的 所以拜登他遲早都會給反應 但是現在 他可能正在投行 還有一件事想說 大家觀看歷史 我記得烏克蘭在08年 已經申請入這套 更早有歐盟 08年 即是 橙色革命幾年之後 已經有申請 但是Polorsok4年都沒有反應 那 另外也要說 其實我現在擔心這件事 即是現在講到話 即是出一些真空間之外 其實俄羅斯就不會再顧國際形象 俄軍就 不管你平民也好 軍人也好 全部KO 這樣的話 這種才是真正的全面戰爭 我是擔心這件事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 有多少東西都會用 是啊 其實一開始 一開始 真的要想一下 到底怎樣可以制止這件事 而且 喂大哥 你怎麼會這樣做 喂大哥 死了那麼多人 現在死了 如果他的那個數字 我想五千到六千 可能有一萬的 你不知道 可能是一個雙倍的 他蓋住了 所以 很簡單 為何俄羅斯國內 是有什麼反響 所以我也想分享一件事 先說一下 為何烏克蘭 公佈這個數字 反而俄羅斯一直都不敢公佈 原因就是 因為 你會看到 烏克蘭 駕駛你這件事 但你調轉一輩子 俄羅斯 只要有些 不符合他報道的原則 就停你 動你 亦都不肯去公佈 就是說 到底 例如我多少的卡數字 他最多都是承認 我們是有卡數字 所以兩件事 這個分別就很大 其實他經常說 很多人 他當然不說 每次有人炒股票 輸了錢 贏了錢 當然說 我贏了錢 我炒股票 我教你怎麼炒 你快點給錢看 他不會跟人說 你自己是 對俄羅斯都很熟透 你覺得接下來幾天 隨著談判 會不會說 有一些進展 改變 令局勢沒有那麼緊張 還是未來 用真格 大家再互撼 再動 你覺得 再撼吧 大家 喂 當然是再撼吧 那個 真是很簡單易明的 有一群民人 坐在那裡談判 那背後的籌碼 是要怎麼爭回來 背後的籌碼 當然是在後面打回來的 不是因為一開始談判 他那個目的 他談判的目的 不是為了停火 就算為了停火 也好 都要在停火之前 大家要先捏個手瓜 才知道一較高下 所以接下來幾天都是一樣按血腥 只有再血腥 只有再殘暴 除非他們很快地達成停火協議 但是這個停火協議是基於什麼交易 難道國了整天烏冬去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我會說 好啊 停火 好啊 但是不會 真的不合理 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 是暫時不合理 你要烏克蘭 各樣去東部的土地 除非他真的 撐不住 滅國 可能他會這樣想 但是條件還未到 所以 對於莫斯科來說 既然條件還未有條件 我儘快達成這個條件 我儘快令到一個情況發生 這個就是他的想法 所以接下來幾天 隨著談判 談判還談判 但是也沒有那麼多下想 對 我最後補充一點 現在的情況我自己覺得 其中一個解決方法 因為 肯定打下去了 而且關鍵在於 夠不夠把你派兵進去 即使NATO也好 什麼國家也好 美國早就說明 會派 你講實線索 我現在最肯定 是美國在這件事之後 他在歐洲的話語權 就叫零 不會是零的 因為 為什麼說到零呢 拜登也是要給反應的 但是我可以看到歐洲人 歐洲人 歐洲人 歐洲人都想把他拼走 現在的問題就是 德國也好 法國也好 他們兩個和莫斯科 未來眼去 時不時就揭條棍給別人看 難聽一點這樣說 太多未來眼去 你就會明白 其實德國人和法國人 他都是對於莫斯科 是有求於莫斯科 他之所以有求於莫斯科 都是說 難道你建一條天然氣管 這樣連接加拿大 北美大陸去到歐洲 好多花錢 不過到時候又加天然氣費 那當然不化選 對於歐洲人來說 我們直接從俄羅斯入口 這些原料 大家要做生意 而自然就要有坐下談戶 發展關係的一個需要 所以就說 歐洲會透過這次烏克蘭戰爭 如果可以減少美國 是歐洲大陸的影響力的話 歐洲國家就會有更加多的自主權 接著他們就會說 現在我們可以自主一點 決定由哪些國家入口能源 我們可以更加知道 對自己的外交有自主權 不再被美國牽絕頭 這個會是戰爭後的 可預計 其實已經可以確認的一個 就是美國會在歐洲的影響力 有所削減 即是是否大減呢 現在就看拜登 就看華盛頓 會給什麼反應 就是他以外交能力 而阿富汗會弄得很弱 那就是了 所以 大家明白他的能力去到哪裏 所以 我不會期望 這是能力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 看到特朗普現在是很活躍的 有人會覺得 喂大哥 你有前總統 這麼多激烈的事情 其實如果身為一個 說回說外交政策 叫特朗普年代的外交政策 是活躍得來的 更加是有效的 特朗普是沒有失敗的 特朗普是沒有失敗過的 我不敢說沒有 但是他的外交政策 你看一下他真的做實幹型的 他真的做不太多 大家想回到18年 他跟NATO的公開談話 你也知道 他講到NATO的痛苦 特別是德國 在天然氣上 完全依賴俄羅斯 而且他更諷刺 是我給錢 你保護你 但是你拿錢給俄羅斯 只是給我敵人 你想怎樣呢 他是問了這個問題 其實這一段是很精彩的 我覺得是他過去總統生涯裡面 其實最精彩的一段 就是他指出到NATO的痛苦 就是美國給了俄羅斯 這個最好笑 令人骨悄的一件事 他現在的問題 你看到德國為什麼 過去這一段時間 會這麼縮 原因就是這件事 最後就是 美國最慘的一件事 他這次其實 你看到歐洲那個形象 是會跌的 而且民間示威也好 你見到最多的國旗 真的不會再見到美國國旗在那裡 跟2014年那次 烏克蘭的親歐示威 是完全兩回事 這是一代表著美國 可能我也擔心的事情 會不會說 在後冷戰之後 他經歷過馬尼茨事件 去過國際地位 或者霸主話語權 會越來越低 他比其他歐洲國家瓜分 甚至會影響他 就算他比歐洲國家 那我也要補充多一句 就算是比歐洲國家瓜分也好 對於莫斯科來說 已經是勝利 因為是由2016年 莫斯科發表過一份外交政策 幫針 是說明 對不起 有時候 我是要很通俗地用很耳朗的語言 跟大家說 是說明 是要把一個單極外交體系 單極國際關係體系 多極化 所以他不介意中國的崛起 也不介意跟歐盟一起掛訓歐洲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那麼高那麼大 不會有一個一枝獨秀 不會有一個絕對的話語權 所以隨著美國的衰落 莫斯科是會對華盛頓窮追猛打 打到你瘦死的老婆被馬帶 我不夠你抄王子 可能走就走 但是面前 他也是會積極莫斯科 莫斯科也是會積極 在歐洲 那就是歐盟話事 我們和印度發展關係 把資源賣給印度 希望借以提升和印度的關係 和希望印度崛起 中國也是 和北京發展很親密的外交關係 但是另一方面 有沒有發覺 其實莫斯科和北京很少說安全問題 他們說的安全問題 都歸咎去什麼反恐戰爭 其實有什麼反恐 整個地區有什麼恐怖主義 但是他們也會作出來 中國的確是 你要作個故事給他 去探討他 現在你有一個安全需要 反恐安全需要 記住 那些是恐怖分子 不是我的 你的安全問題來源不是恐怖分子 不是來源自我 是來源自恐怖分子 我這樣探討他 大家找到一個 大家都接受的 論點 去維持安全問題關係 所以 受算說 如果說今次的烏克蘭線生 就算 莫斯科 那個 克里米亞和 烏克蘭東部的兩個地區 如果都是沒有國際社會 承認都好 其實對於他來說 只要美國 即是可以將美國的影響力 降出歐洲 已經對他來說 是一個成利 說了 他目的達成功 只不過是一個慘性 可能上萬 俄羅斯士兵 加上 現在我就不知道 烏克蘭 算失了多少 其實就是 為什麼慘性呢 可以說 就是 就是 這麼 用這樣的代價 把美國的影響 降出歐洲 可以這麼說 好吧 今天我們也 免得太長時間 因為香港那邊 都適合 那可以订視我們今集 講了什麼 今集我們只要講幾件事 第一 就是Sweet的問題 如何影響俄羅斯 甚至全球的 國際交易系統 或者國家 第二 第二件事你提到歐盟如果一旦他很大機會接納到烏克蘭加入歐盟 那會有什麼影響和歐斯反應 第三件事我們也提到就是俄羅斯被美國的動向 或者美國的大約權會怎樣選擇 有些簡單的說過 方向 我也是展述了方向 俄羅斯這次入出烏克蘭就是在歐洲來講 二次大戰落幕後最大規模的地面戰爭 也是令到他出現最大規模的反戰 最後我們反思一句 其實當年希特拉在二戰入出波蘭的時候也說出來 在波蘭是德國人需要被解剖 在波蘭的波蘭人需要被解剖 用這個藉口去發動 所以為什麼今天這麼多人的示威 或者是普京的行為時候 將他和希特拉族掛握 其實全部事情都有職可 那我想其實接下來這幾天都是 就是武漢專家什麼關鍵 就是談判的情況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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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武器到底壓到步的情況是怎樣 甚至乎 如果加上歐文之後 他的電所反應是什麼 這幾天都會見到出來 如果是發生得很快 真的我們一睡覺一睡醒 一睡醒 一睡醒 可能有不同的 有開始我們擔心 很多人擔心 幾乎很快會淪陷 烏克蘭會聯合國 變成解體 甚至俄羅斯會在經濟 一睡醒 一睡醒 要做什麼呢 就是那些什麼 烏克蘭基庫加盟共和國 那些 但是暫時還沒有發生 那 那 真是一直緊貼著 我們倆都是 那個時差問題 連香港 真是跨桌球 直播的時候都很辛苦 那我這邊都晚了 我要睡醒 那 那就 多謝大家收看 那 這兩天 甚至乎明天 如果他一入歐盟 我們都會即時 可能 這幾天 因為這麼快 每天都可以走 現在很難說 現在很難說 那我們到時候 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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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評論一下 因為其實烏克蘭人口 甚至乎 在過去這麼多年 在歐盟國家做事 烏克蘭的規模 其實他們 是一個很好的 來源 甚至乎 還有 至少可以保護到 保護到 烏克蘭民族的傳網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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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們到這裡 好 中國人有沒有補充 沒有了 OK 今天我們 我睡醒了 好吧 現在睡醒了 我睡覺了 OK 今天祝各位 有個愉快的一天 祝大家有愉快一天 沒錯 沒錯 OK 今天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